就走過來然後拿著 這一邊拿著酒瓶 這樣直接砸我的頭 賽出報案三連單 台中這位劉信直播主指控 日潛到中區一家音樂酒吧 遭人持酒瓶砸頭 導致頭部出現撕裂傷 縫了三針 他的客人就是有在追求我 所以就 可能就是吃醋的關係 我覺得嫉妒 我知道嫉妒會使人醜陋 但是我不知道嫉妒會使人砸頭 他說他平常從事網路直播 根本就不認識動手的當事人 而對方動搓的原因 他猜測是因為不滿酒吧的客人 對他展開追求 加上嫉妒他的美貌 才會一怒之下持酒瓶砸他的頭 當下店家有勸架將他拉出店外 而動手的當事人 目前還沒道歉賠償他醫藥費 他將會提告維護自身權益 回到事發地點 當事店家不願意出面說明 但警方調查事情全貌 並非劉小姐指控描述 根據了解衝突當下 雙方是同桌友人發生了口角糾紛 劉小姐有先丟止手機 跟熱水壺攻擊對方 而對方也有傷勢 雙方互告傷害 將由法院調查釐清 到底是誰先動手傷人 TVBS新聞 水利丸廖反應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